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胡理不讲话是老师说他讲话 那个老师被老师用红笔圈起来 然后把那个动一个瓜葫芦在旁边说是人们 不是我讲的是人们讲的 然后呢 这个句话是一个非常有趣 其实我们的教育里面这种现象很多 有一个校话不是这样吗 就是有一个教导 他进到一个都学 他到学校去 说过这个故事 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 昨天老师讲过了 他讲过我就不讲 像这样的心 就是说你的原来的东西你没有存在 然后你就去误导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老师就很奇怪 他就说是人们说不是我老师讲的 然后我女儿就很有趣 他就拿着这个考试圈去跟老师理论 他说 你不可以说这个胡理 因为胡理他为了生存 他有他的生存法则 你不能说话讲话 这个老师还在讲说 是你那边讲的不是我讲的 然后大家都这样说 然后我的女儿就说 不管谁讲的 你把这个考题放在这个 你把这个题目放在这个考题里面 会误导学生 这样是不对的 那个老师就很生气 就觉得 因为我这个女儿的功课很不好 他是他们后面的后段班的 倒数第几年的那个学生 然后那个老师就有点不高兴 就就就跟他说 那个假发也有好的意思 你怎么样 我们去看什么 可是这起来的 我添加我们的 在这边 咱刚刚刚说 感谢观看